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江 残吉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 魂元陈诗 以一经 风水 宗教 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 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师父以一经 风水教育 还有社会服务 广结善缘 所以我们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 有好多好多丰富 精彩的人生故事 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 台南仁德教室 为您邀请到袁东讲师 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个人学修经验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南仁德教室 助持孙东立 老祖师尊所示的法号 袁东 各位大家好 老师好 我们今天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来到这个 先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 那要来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经验 我想这个台南仁德教室 真的很不容易 非常的难得 在这里呢 老祖师尊在照顾的大家 那他的一开始是如何的呢 好 我在这里 仁德教室 开班也开了将近有七个班 在这个当中也搬迁了有三四个地方 我当初会进入这个中门 也是因为在家里的状况 所以说就进入中门 在教室跟老祖师尊所结的因缘 跟教室在搬迁当中 也有很多想不到的状况在发生 想起来可能是老祖师尊 在考验我的耐心 我的耐力 所以经过状况也很多 是 有很多考验真的是 回想起来实在也非常的丰富 然后也觉得说回甘这样 那我想我们来想一下 您进入这个韦新生教大家庭 学习一经风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 那个路径 我当初会进来学习一经风水 是刚才所讲的 因为我家庭的问题 我弟弟要结婚的时候 所选的日子是三煞日 当初我没有学习一经 我不懂了什么是三煞日 我也什么都不懂 那一天在这个状况里面 发生了很多事情 也有一个很大很重大的事情 来影响到我 那就是说我弟弟结婚 结果新娘进来了 我母亲就没有回来 到了我进了中门的时候 我才了解到说 这是我们所选的日子里面有问题 就是三煞日 所造成的一个伤害 那一天在我家也发生了 三件很大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 新娘进来 在结婚的时候 就人家有交代说 我母亲不能跟新娘碰面 因为我们住的是公寓 公寓的时候 在四楼要下来 因为我弟弟所娶的媳妇 是在比较远的地方 在我们在台北 我弟弟所娶的老婆是在中部 中部因为来回的车程 对 的关系 又在路上有delay 我母亲在那边等 等说那么久还没进来 她就说不然我就先去 去看看 去找个 接一个朋友过来让我们请 好 她就在这个来回的路上 她要下来的时候 刚好下楼梯 她一出门 刚好新娘子也进来 一碰面 我母亲只讲了一句话 啊 夕阳 然后出去 就没有回来 就这样 来我就想 她来就有 我妹妹她的朋友同学来家里做客 也在家里摔了缝了三四针 后来因为我们要去医院 看我母亲 要出门的时候又 车子又跟人家相撞 连续三个 三个那个重大的事情发生 来我就是有想了一句 真的看日子有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吗 对 所以说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当初也 也 发了一个愿 我说如果 我可以的话 我也要来学习这种东西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中门 我完全对这个都不懂 然后在有一次的机缘之下 因为我要我父亲往生以后 要把祖先排位移到我台南这边来供养的时候 也在那边找不到人家来帮我按省位 那时候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刺激 他就想说你没帮我去按你的省位 因为当时我从台北来的时候 也不是说有带着什么的 完全是没有钱出来的 然后来这里的时候 人家有一个朋友 一个亲戚 也就是很 也是因为他的刺激 才让我一直一直想说 我要来找一个东西 来学习这个东西 将来可以帮助人家 就是这样子 然后 真正下了一个截心下来 下了这个截心下来以后 刚好 有朋友介绍我去认识一个 人家所讲的说是 太乙天尊的一个机童 那时候因为我出来 我就那时候已经都有在花心 在做法工做义工 所以他也是我们在义工团体里面 一个长者 他就教我怎么弄怎么弄 后来我就自己 回台北去请祖先过来 然后他来帮我安省位 安完省位 又去台北玩的时候 刚好师父在台北国务精神馆 有一个制画展 对 他去的时候 发觉到我们 我到那个屋来去玩的时候 有我们中门的师兄很热心在那边 摆一个摊位在让人家签名 我那时候对这个 我都没有什么 还没有概念 我说这个大部分都是骗人的 还有我们中门的师兄大家都很烦心 也很有耳耳心 他就是一直跟着他一直介绍 介绍到最后的时候 我说也没办法 因为他们很热心 我就跟我师姐讲说 要不然你去帮他签个名字 然后签个名字 拿了一个师父的书卡 也记得是那时候师父是在台四 台四六点半的一个节目 对 回来我也没看 我就把它塞到我行李包里面 结果回来过了一段时间 公司同事 有一个同事 他是台南一般的师姐 他在那边补卦 我们公司同事在那边补卦 后来我就去跟他打哈哈 他就跟我讲说 他有在学艺经 我说我也想学 结果他就讲说 不然我这边要开班的时候 我再帮你报名 就这样子 结果 过没多久 严姓法师在台南开第二班 那时候师姐回来公司 就跟我讲 什么呀 报好消息 好消息 我们台南老师又要开班了 我帮你报名 我那时候想说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你还真的帮我报名 是 缘分到了 对 那时候我就 也就是说 我也是关好意 对 那我就 去看看 我就是说 他抱着一个看看的心态 结果一去 原性法师他刚开始上课之前 都会播活 也送 那时候是 那时候是 练阿弥陀佛佛号 那时候我一去的时候 诶 这磁场可以 那时候我刚跟着练佛号的时候 眼泪鼻涕就一直掉 感动的硬性 真的是接到我们的华 后来就一直跟老鼠结合到现在 您原来是什么样的职业 我是在建设公司 建设公司里面做一个机工 太好 也是相关行业 真的 对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 所擅长的这个工作的项目 跟后面这个 易经风水课程的学习 其实都可以接在一起 都已经有 有一个关系 对 有一个关系 他一直下来 到那个时候 一直来到的接触 老鼠的法的时候 我就跟我那个 之前跟我 安省会的那个长者 是 我有跟他讲这件事情 是 他有跟我讲了一句话 你的时机到了 好好的做 好好的学 对 那所以我想要请教您的是 到从初级班 一直到现在正级班 然后自己也担任授课老师 那这一路真的不简单 怎么持续下来的呢 在这里 我刚开班的时候 我是在 仁德区的一个活动中心开班 因为我在那边开了两班 第二班的时候 刚好因为里长出选换人的时候 后来这个里长都一直 在想说 我们跟他不是同一个的 因为他上面一个里长 他一直误会我们是跟他们那边的 卖派 我们说我们中美没有在分什么派系的 他一直想说 场地不让我们使用 不再使用 那时候我也很头疼 我就想说 女士你要我换地方 你要用时间让我找 那时候找场地也找了很多地方 找到来第三班的时候 就换来我们仁德的一个 这个公所的专用的一个社区的教室在用 那个地方将近用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因为那个场地是人家有一个佛教传体 固定在那边使用的 只是先拨下来让我们占用 后来也是一般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人家又要干了 那时候又要找场地 找了我也找了很多地方 结果都找没有 那时候求老鼠 求老鼠 你如果要我继续行道下去 你就要帮我的忙 让我有一个地方能够洪化 不要这样子一直都是在那边 依偎 搬来搬去的 学员也会因此失去耐心 那时候后来刚好一个 第三班的一个师兄 他就看我这样子跑跑跑 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老师 要不然你到我家来看看那个地方 可不可以用 如果可以用就给 中门使用 后来就是搬到太乙街 一个郭师兄 郭师兄他们一家人 真的 也很发心 他从儿子先进我们中门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两个夫妻 进了我们中门 因为我这边离那边 他们家也比较近 因为他有年轻 也没办法跑太远 他儿子是在台南道场 第18节 他就来我这边上 然后我就到他面去看 结果我去看他的教室很好 只是一个在三楼 有些同学要爬山楼也比较方便 也不方便 他就这样子 他们用了也开了三个班 他也开了三个班 一直到 因为在上面开了三个班 已经有六年了 有六年的时间 六年的时间 后来一位郭师兄也渐渐有年纪 他们两个夫妻真的很发心 我们在三楼上课 他们两个夫妻他就轮流在一楼 在接待我们来上课的同修 后来我看看年纪也越来越大 他每天在那边睡眠也不够 因为我们来有政绩班 几乎一个礼拜在那边有 两三个天都在那里 我看一看不行 我说也该 该换个地方了 他说在换地方的时候 我就跟同修们讲 我说你要准备 我们要准备再换个地方 因为郭师兄年纪也大了 没办法再这样子 感谢他照顾大家这样 那么多年 对 他也照顾我们那么久 对 那两夫妻真的很发心 然后 后来 我就沾了一个卦 那时候我就沾一卦 问老师 我该从什么地方 我也找了很久 都找不到 找不到位置 几乎我有那时候也想说 不能买一块地 买一块地 结果有在太子庙后面有一块地 很便宜 我沾卦 沾卦起来 结果关锅有洞 我不敢用 我又回去问严信法师 严信法师跟我讲了一句话 你敢用吗 我说老祖敢用我就敢用 后来想一想 对 想一想 跟他了解起来 应该是他们那个是祖先的地 因为以前台南这地方很多地 都会自己的田地 然后把祖先就藏在那裡 我就怕那个东西在那 他又不点焦的 他卖给你不点焦 他是法院拍卖的 我想一想 还是不要 后来我沾一个卦 就请示老祖 我该往何方去寻找教师的位置 不管是租还是买 后来就沾了卦 我就跟同修们 跟他们出几分的同修讲说 我们要赶快找 在我们现有的教室的前方而已 我们原来的教室 就在我们这边后面没多远 后来找找 也是都找不到 因为一直这间教室 就是刚好一时机到了 刚好人家搬走了 搬走了以后 刚好房东 刚好就是刚贴出去 要贴那个招租的广告 结果我们有师兄就 来就看到了 马上跟他讲 等一下我们教室要租 我们要租 那房东跟他讲说 你们怎么那么快 消息那么快 我人家刚搬完 你们我刚要贴而已 我都还没贴上去 对 那时候就是 就这个阴影下来 就把这一块也都没有 没有想什么 就马上就付件定金 马上就租下来 我就跟 讲到租房子 租房子这里 在租的时候 进来 这个房子里面 既然里面 连大门里面所有的门 全部都是依照的 我们《易经》里面 师傅所讲的文工史 全部都是合文工史 全部在这边 所有的格局什么 量起来 刚好都是在财本之间 我在里面进来的时候 我整个教室 我根本都没有去移动到 不用再去 就不用再做庄房 就省了很多 这个在里面 好像冥冥之中 好像老鼠 就已经帮我安排好了 因为当初这个地方 刚好人家用的是 一个建设公司 它的一个销售中心 我们也知道 在销售中心的时候 他们对 对这个风水的东西 以前师傅也有讲 在那个建筑师 投资的里面 设计师的里面 也办过风水学的讲座 所以说他们是不是有 也接过师傅的话 来承袭下来 把这个地方 全部依照我们的 文工尺的尺寸在做 在这里的时候 很奇怪 我们平常在这里 外面的车子 车流量很大 但是一直到我们上课的时间的话 我们根本 没有感觉到车里面的 车子的流动的声音 就是很安静 对很安静 大家都很好 很有趣 听老师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以前早期的时候 还蛮长 也许下大雨的时候 或者是风胎来的时候 都会淹水还是什么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边以前 每一逢大雨的时候 这边都会淹水 而水淹水 我们这里淹的地方 都差不多到脚踝的地方 后来可能因为政府 有在做水利的整治 整治一直改改改改 到我们教室搬来这里的时候 这边 连续下了那么多次的大雨 幾乎我们都有听到 高速公路这个地方 都有淹水什么的 但是教室这里 从搬进来到现在 都没有遇到淹水 可能是政府的 整治水利有个效果出来 发挥作用 那也是相信也是老祖师尊 能够坐落在这个地方 也是守护地方 来这边镇守这里 让大家能够好好的过去 是 有一个我最大的考验 是不在学人的身上 是在我的身上 那时候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台南有一次大停电 去年三月有一个停电 那因为我在公司上面 负责的是比较 技术上的问题 那停电我就怕说 大楼的便梯 什么去灌烙人的 我就紧张就一直在跑 结果那时候在工地 从一楼摔到地下室 它高度有差不多三米多 结果我摔下去的时候 我就感应到 感觉到我是用飞的飞出去 它是一个楼梯 它是一个楼梯 是有一个斜坡的 结果楼梯都没有去撞到楼梯 是整个人飞出去 结果飞出去 我有感觉到 我是用单盘的单做 单盘的情况飞出去 结果下去落地的时候 我人是坐得下去 坐得下去 我那时候也没想什么 然后坐下去的时候 我人也没想到 只有宽冠谷这里有稍微裂伤 裂伤 就这样子下来 就把宽冠谷也换掉了 换掉了 人一切都平安 头也没有撞到 也没有什么 就只有宽冠谷 因为我们人是坐下去 只有伤到一个右边 然后我再讲 而且我那时候 那时候刚好是 医院最忙的时候 那时候是刚好那个 那个什么 诗教 那个一个传染病最严重的时候 COVID-19 COVID-19 COVID-19的时候 救护车都找不到 找不到 后来也是从外地 调了一部救护车来 他直接送到医院的时候 也在那个急诊室也没待多久 马上就有 有位置 有病床 那个医院可以住 他们有的在那边待了很久 我进去就很好 好像冥冥之中也都老鼠都安排好了 伤了 我那时候 说要沾挂嘛 也不可能 结果呢 那个冥冥之中好像说 一进门 我到医院的时候 转到病房的时候 我有听到 那个 那个护士在那边讲说 这个好像是之前有人交代了 我说这个交代了 我再来的时候 后来进去的时候 医生判断说这个要开刀 结果第二天早上就马上就开刀 好像都老鼠去安排好了 而且那个医院会不认识 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 让你也觉得说不可思议 这应该是一个奇迹的 我觉得 就是神迹的显现 那时候说还好这台面是老鼠就回来的 一般我有很多朋友在工地这样子下去 几乎都不见 因为最重要也是要多诵经 老鼠师尊的天德经 邪妙真经 师父所开示的 天德经是我们的天工经 有空的时候希望同兄们多诵经 回向给堂上的祖先 每个人堂上的祖先所需要的功德 在坐在这里 是 我在上课也都一直鼓励同修们多诵经 有的东西 有的同修还没来上课之前 从来不知道诵经怎么诵 后来说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不一定要诵 你们就跟着制练就好了 你们跟着制练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累积 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所以在也很多都一直在送接 好的 节目时间总是有限 但是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智慧无限 阿弥陀佛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的分享 都能够启发我们更多的智慧 带着更多的勇气和信心 来面对明天的生活 谢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健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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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